每隻螞蟻都有眼睛鼻子 那美不美麗 偏差沒有遺憾不靈 有何關係 像一開始他說每隻螞蟻都有眼睛鼻子 其實就是在這個行業如果說模特兒好了 其實大家的特質都差不多一樣都是這麼高 然後腿這麼長然後大眼睛什麼 每個人都有那你要如何在這樣子的大家都有的特質裡面找出一個你的特點 我那時候就是催吐之餘 然後就是每天去每天喔就是跑那個外面的操場 然後也是就是跑40分鐘 然後都不吃東西 有時候可能就一天只是兩顆蘋果 整整兩個月就做這件事情 我瘦10公斤 這麼胖以後然後沒自信 然後到你真的瘦下來以後真的是骷髏 然後我就覺得天啊我好美喔 後來就是已經到第四個半月 他就說你要你23歲就是更年期嗎 他說我現在他說那時候我的子宮狀態已經是更年期的狀態 唯一一個菜鳥的那個角色我被廠商選到了 然後可能其他四個都是學姐 然後他們就會覺得說你一個菜鳥憑什麼跟我們一起做秀 然後就會再來比如說休息室比如說像這樣的長桌好了 他們就會不給你位子坐 連那六個小時我就是沒有桌子也沒有椅子 我那時候其實有就是想要跟他們試好 就是說大家要不要吃便當來不可以 大家要吃便當嗎幫你們拿油什麼什麼 然後我們就是看你一下 然後就繼續做自己的事 就是朋友真的是要挑 我有整個事情 因為在這個行業其實 大家都是競爭關係 就算真的是朋友好了 你們今天是朋友 然後你們今天去同一場Cast 你們就是敵人 誰給我全世界我都會懷疑 心花怒放卻開到頭